第32题 有关于氧化还原反应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凡涉及氧的得失之化学反应 称为氧化还原反应 我们在国二是这样子教的得到氧的叫氧化失去氧的叫还原 所以他牵涉到 我们的氧的得失叫做氧化还原反应这个是对的 那我们国三的时候会学另外一个定义 我们国三再说 选项B 氧化与还原必然同时发生 这个是对的 虽然用得氧跟失氧来看 有氧化不见得会有还原 但是用我们国三的教法我们就会知道有氧化就一定会有还原 所以国我们就先记住有氧化就有还原有还原就有氧化 氧化还原必然同时发生 选项C 氧化还原反应为吸热反应这个是错的 比如说 氢燃烧氢氧化变成水 这是一个放热的反应 所以氧化还原是吸热反应是错的 选项出呼吸作用也是氧化还原反应这个是对的 这是我们上课的时候 所举过的例子 生活中见到的氧化还原反应 呼吸作用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第32题问我们说 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择是C 氧化还原反应为吸热反应 整个名为咀嚼 Snake 咀嚼